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态交通 强调啊 生态交通 全球盛典 而举办的地点就选在高雄的哈马兴 在生态交通全球盛典期间 哈马兴也将要被打造成一个生态交通示范社区 这个盛典可以为高雄甚至为台湾带来什么样的交通改革 而生态交通指的又是什么 我们待会会在我们的单元通通看交通里做比较充分的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先关心一个比较跟时事性的问题 机场捷运开始营运 国光客运运量掉了六成 这应该是预期之中的 不过这看起来也跟整体的交通规划息息相关 我们请到的通通看交通台大图幕系的张学孔教授 学孔好久没来了 大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看你不来一段时间机场捷运都开通了 感觉开通很快是不是 来谈谈这个 我们讨论过啊 是 机场捷运 交通系统的一个 看起来应该是它的分配 是 其实大春 其实轨道交通最好的就是可靠嘛 一旦你到车站 确定那个班次 它就不会产生拥堵 拥挤 所以就会很被民众信赖 所以我想不只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机场捷运啊 先前几个其他国家 机场捷运开通 比如讲大家知道香港 它这个Airport Link 是 那开通之后 那整个原来的客运 甚至包括私人这个接送啊 这个它的降低 这个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 那 除了它的可靠 还有一个香港的 它是接驳的非常完完善 就你坐香港地铁 是 要坐机场捷运 你到机场 购票 然后你到几乎所有的这个 这个饭店 它都有在不同车站 有接驳巴士 也是免费接驳巴士 所以香港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观光资源角度来看 那影响是 这个原来就预期了 还有像全世界Round很有名的 就是这个伦敦的地铁 伦敦的这个机场啊 Hithro 那它这个运量也是排名前面 这个前五名的 那它这个机场捷运开通 其实它原来就有一个捷运连接到市区 那可是它这个捷运连接到市区 需要这个40多分钟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场捷运 负担这个机场 就是都会区捷运的功能 是 后来它开了一个这个机场快线 从原来40多分钟 到只要15分钟 15分钟这个说起来很大的 它从一个很有名的车 叫做Paddington Paddington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转运站 有这个四条五条的这个地铁 在这边连接 也一样跟我们一样 它有所谓叫off terminal的check in 就是在市区 对在市区就可以check in了 check in 你看从四几分钟到15分钟 而且呢 我刚刚讲的可靠 就直接到这个航下的下面 而且沿路上完全不会受 其他交通的这个拥堵 说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 是 所以你你坐坐车 我们回到台北 你快的话从台北市区 我们说台北市区台北车站好了 你做公路 就过去的公路客运 你快的话 当然你45分钟也可以到 可是拜托 堵的时候怎么样 两个小时 是 那所以趁客他想思考之后 他一定 重视现在的接驳 大家会感受到 在台北这一端 在五谷 还是有点不方便 可是整体来看 我们的机场捷运 相较于这些 早在我们之前 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就已经开发 快线的这些国家跟城市 有一些 好像还是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特点 尤其是我们照顾到周边 这些个 其他的小城市 对不对 像我们节目上 也讨论过 因为当初规划 这个机场捷运 经过大家不同思维之后 认为说 他也要负担 这个都会捷运的功能 所以我们机场捷运 有几方面的这个特色 相对来讲 比如我刚刚讲 这个伦敦的机场捷运 他中间完全不停的 他就是直达的 15分钟 当时我跟听伦 分享一个 他当初推出来的时候 其实开幕 那个礼拜我就有去 因为当时 当时我就是帮忙 在台湾做这个规划 然后亲身感受 他这个宣传里面讲说 我给你一个 这个slogan 三个食物 三个口号 第一个15分钟就到 15分钟到 第二个 每15分钟开一班 第三个 我给你15个理由 你不会拒绝他 这个 所以他就比 有一些宣传 他真的就是15分钟 发一班 然后就是15分钟到 这个15个理由 包括说 比这个公路客运可靠 比你自己开车 不会受 安全了 比这个计程车都要便宜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Paddington车站之后 就check in 这个什么 excellent service 等等 他真的凑到15个理由 真的是15个理由 然后他做了 很好的一个测子 我记得我那时候 还把这些东西带回来 给我们的这个 捷运 我们现场捷运当时 是这个高速铁路 工程局 他在负责 那也掺着了 但是后来我们的改变 就是 当时几家竞标的这个厂商 提出他的构想 做这个机场捷运 当然也有直接提出来 就是一个直达线 顶多中间停个这个 领口 那我们再看香港 香港也是非常成功的 那 香港他中间停一站 就叫清一 是 这个车站 那车站呢 实际上有点类似 我们台北这个 这个机场捷运呢 中间设了几个站 我们设了很多站 那清一站是什么 他是做新市镇 是 还有一个造证的远景的计划 对 是不是 他把这个造证融合 但是也别忘了 清一站是原来就有捷运 做连结 是 就他变成一个 新的 这个新市镇 然后配合当地的 这个捷运的连结 所以他的功能 又稍许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最大不同 跟其他国家 其实还不只是香港跟伦敦 我只是举这两个例子了 你到欧洲几乎所有的 这个大的机场 你选择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做他的机场捷运到市区 像美国来讲的话 你到这个机场选择第一个 就是什么 租车 当然有些城市也在改变了 像瓦杉顿DC 像这个 美国有他那个公路的交通文化 来哄手 对 那一问如此 他已经做改变了 那 好 我们的这个机场捷运 有快线 慢线 普通车跟这个直达车 直达车当然提两个重要的中间 两个五谷跟这个领口 那所以他的这个行驶时间 加上他这个走过的这个路行坡度 所以当时我还记得马英九总统要这个视察的时候 说要把这个 这个只有33公里啊 为什么要花这个三十几分钟时间 对不对 以他这个快铁的定义 还有说了30分钟以内 后来发现真是有他的困难 那就以现在来看35分钟 30分钟以内 可是相较于公路客运 我说我真正讨论 这个他的可靠度 现在吸引这个吕次亮 我并不意外的 我相信如果他接驳换称做得更好的话 民众从door to door 从门到门这种思维来看 那这个国光客运 还是持续会被打击的 那其他的像小汽车的部分 那大家说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因为牵涉到这个行李的问题 那现在他 比如说他通通家里接送到这个捷运 台北车站或者五谷 然后你再从那边再换称 再等时间 那以台北都会去这个规模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吸引那部分的并不是很多 不过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规划来看 那国光可不可以做其他形态的辅助性的服务 大春其实原来开放机场 叫做机场公车了 机场客运 很早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最早像大有巴士 就是服务这个机场的 那还有几家 比如他特别强调这个 这个乌凤的这个换称 比如说这个长龙 他自己还有这个接驳客运 但是这个我的判断是 大概这个冲击很难去改变 那很难消化 对 以他的来讲 对 因为现在 这么可靠的这个服务 加上好的换称 你看像桃园这个市长也宣布 将来这个机场捷运的这个换称 也相当于跟台北 所有的这个捷运换称一样 就是半价 那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 应该就是像香港一样 接驳到这个旅馆 是免费的 让整个这个观光业 能够提升 香港也做过研究 因为你做这个off terminal 这种设计 让他的这个shopping 这个购物 增加了 增加了 6% 6到8% 就是说他对观光是有效益 他的确他省下了时间 而且感觉 有一段是免费 那他为什么不 对 那他把行李丢在那边之后 他继续在市区里面 这个购物 那他如果是这个傍晚的班机 晚上的班机 他中午之后check out 那他照常可以shopping 最尴尬的就是这个时间 因为一般旅馆就是12点 你就必须滚蛋 对 然后你可能你的飞机 可能下午5点8点 那这段期间 正应该是吸收 很好的这种 随机消费的 香港做到了 所以 所以整个趋势来看 就像你讲的 这些 这个机场的公路客运 还必须要做个转型 那可能印象比较大 并不是国光 因为国光他的服务 面还很广 他是全省的 所以他这个车辆 还可以做更好的调派 冲击比较大的是计程车 这个计程车还有他的客源 不过他 我像我昨天才做纽约刚回来 这个感受到他这个计程车 受到威胁 因为我有跟他们聊 他说他这个 等候时间增加了 那显然他也受到这个 这个威胁 我相信也会 其实不管是伦敦跟这个香港 我刚刚提的例子 都受到这个 这个大概20%的这个冲击 是会的 但是从公路客运 我回到公路客运角度来看 你看公路客运 其实我们台湾 整个客远 真的算起来大概 整个台湾大概16% 就是所有的这个出行 运用这个 运用公路 客公车公共运输 这个16% 那你说你政府说要百分之 要double啊 当然你不能说 自相竞争 比如说 这个机场捷运 把这个公路客运的 这个乘客拉去了 可是我们还有其他地方 可以提升 比如说这个运输走廊 这个运输走廊 以高速公路为基础的 或者说这个捷运 客运走廊 那因为 他没有办法门到门的服务 哦 你说捷运 对 他没有办法门到门的服务 包括高铁 那我怎么样让这个 这个铁路的干线 能够跟很好的接驳 客运融合 所以在这个走廊上面 这个 这个已经讲很久了 我们在节目中讲了 五六年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这种接驳换阵 他需要很多不同单位来讨论 他需要路权重新规划 嗯 啊 你想了 美少大村啊 其实五六年交通部 还有这个公路 桃园 那时候还是县政府啊 嗯 根本就已经完成了 所谓 机场捷运通车之后 这个公车接驳路网的规划 嗯 那 现在 当你一直在 通车一直在延后嘛 啊 所以你完成之后 他还经过一个路线审议的程序 而且当地不只是桃园客运啊 还有中立客运啊 嗯 还有刚刚讲的这个 国防客运 他这个 这个干线 他没法经营 那是不是他来可以接驳 嗯 换称 所以这牵上整个路网啊 但是我还是强调就是说 过去我们做的比较差就是整合 是 那呃 呃 你看像机场捷运 他各自为政 这个 这个交通部 他高速铁路局 他就是管这个 机场捷运 嗯 那接驳的话 国道 呃 还有国道客运 那又属于公路总局在管 因为他在同一个部门 是 他还要经过这个协调 嗯 再加上这个桃源县政府 桃源市政府 啊 那呃 他需要一个统一的窗口 来做很好的这个规划整合 然后把他这个路线开放 赶快把它做起来 嗯 好的 这是我们关于机场捷运营运的问题 接下来还有 嗯 这个就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预告过的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典 是 呃 大尊 呃 我们讲这个生态交通啊 其实他有很多名词可以类似 比如低碳 嗯 嗯 那 比如讲绿色交通 嗯 那呃 这个布局是这样子啊 其实他是 呃 全世界 呃 有一个叫 超过1000个这个 呃 县市政府 地方政府 成立一个叫地方政府的永续发展联盟 嗯 啊 叫ICLE 嗯 他这个联盟呢 不是从一个国家的层次 因为他认为 我们很多永续的这个思维 嗯 应该从城市出发 我们节目也谈讨论到 这个城市化 对不对 那将来这个 这个呃 从现在这个百分之 呃 将近50的这个城市人口 在未来这个20年 要变成了将近70% 嗯 融入城市 所以这些这个呃 呃 结合非政府组织 结合城市联盟 所形成这样的一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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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这个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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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盟 嗯 他们在他这个结盟下面 也分了好几个组 其中有一个组 就专门谈生态交通 嗯 那所以他有一个叫 Eco Mobility Alliance 生态交通联盟 是 这时候联盟呢 从去年开始正好轮到 被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城市市长 高雄 被选举 嗯 当任这个联盟的主席 嗯 那这个联盟 每两年 这个主办一次 这个这个盛典 这个盛典呢 是怎么样呢 你要在你的城市里面 选一块 嗯 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比如说这个 呃 十平方公里 哦 八平方公里的范围 是 在这边做示范 什么示范呢 示范低碳交通 那我要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讲 什么叫低碳交通啊 其实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看 嗯 这个低碳交通 这个策略 那我们在节目中谈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巴黎基督议定书嘛 嗯 城市设计的要好 更 大家使用公共运输 然后使用什么 新能源的车辆 嗯 这三个层次 是 去发展 关于这三个层次 我们稍后片段 再仔细地做一点介绍 呃 不过高雄 呃 为什么会是高雄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台北FM 98.1 News98 98新闻台 3月16号 星期四 通通看交通 台大土木系的张学孔教授 为我们来介绍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这盛典 原来是个festival 啊 就是一个像 像一个节 一个节 节庆 嗯 比如说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节庆 做节庆 因为他是 他不像一般的研讨会啊 就一个月 呃 一个礼拜 嗯 或三天 会开完就走了 嗯 他是要在那边做一个月 就是一个生活的 对 全生活的 那有趣的是 为什么是高雄 好 那 我们刚刚讲这个 这个呃 呃 全球 地方政府啊 这个永续 这个城市联盟 嗯 嗯 那 那在他下面有 不同的这个 这个着重点 其中一个就是 生态交通 这个联盟 嗯 那这个联盟呢 最早加入 这个 这个城市 这个永续联盟 高雄市 台湾 哦 那事实上我们台北 这个台湾 台北 新北 台中 也都加入了 你知道很有趣哦 去年 呃 在这个 这个韩国 开这个会的时候 这个台中市长啊 特别还跑去 所以你高雄市如果不举办的话 我来 我来主 抢 抢这个活动 你说去年在首尔吗 首尔 对 他是有区 两年一次 对 他是有区性的会议 哦 会邀这些市长 办一些论坛 嗯 那你看像首尔 他在 呃 上一次办是在这个南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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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上一次 就是在这个 在首尔呃 呃 周边呃 旁边叫水牛城 嗯 他是三星这个 这个山上的这个总部啊 是 其实他人口不大 就是120万人 嗯 那我说要去在那边做了演讲 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把那块地方 他说服了民众 嗯 当然就是民众的参与 他说 在这个一个月里面啊 大家不要开车 哦 你 这不容易 不容易哦 你想想如果在高雄 你然后一个月不骑机车 他怎么办 不知道他抗议了 所以高雄花了很多时间去跟民众 跟民意代表 跟里长 做沟通 嗯 所以我要说的是 这个盛典 它的相对于其他世界各地方的这个会议来讲 嗯 它的重点就是 第一个他把这个所谓低碳交通 永续发展这个思维 透过这一个月向与会的人士 向当地的民众 嗯 做宣导 嗯 但是你看最困难是什么 当两年前接手 这个办这个盛典 是 啊 那我当时还记得很清楚 这个呃 当时是这个副市长去接手 嗯 然后去年呢 这个世界这个这个呃 地方政府组织这个联盟 嗯 还到台 还到高雄来 利用无测日 啊 的时间 是 正式宣布 那我当时 我当时还被受邀 我跟这个世界无测日创办人 Ariga Britton 受邀来当见证人 嗯 后来我那时候就发现说 哇 他这个沟通啊 因为他现在这个呃 选的是哈马兴啊 哈马兴 那一块地方 这沟通就产生困难啊 因为是大家认为说 开玩笑 我平常都很习惯 前摩托车 嗯 那你怎么来这个 说服我啊 那后来他们就用国际的例子啊 你看像水流程 我自己参与的 他就提供你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嗯 如果你真的要开车 你就是要用电动车 那没有办法用 送你电动车 要交换 那段时间 他就用跟厂商来结合 啊 哎 来 就你让你民众 来配合这项活动 啊 那第二 我就不懂了 我家里有 有一个停车的位置 假如说 对 那我原来那辆车 跟我 我拿来我要换新车吗 好 这个什么 对他设计 他就比如说他 用换乘跟接驳 嗯 比如你用低碳的这个车 这个车辆 或者是自行车 或者相关电动载具 嗯 他他负责接驳 帮你送到这个周边的这个捷运车站 嗯 那他当然还有规划一些周边的停车场 是 就你你的车先停在这个停车场 那你不要占用这个路边 那当然他同时也就是什么呢 像像水流程做的时候 他就把市区的街道做了改造 就那个示范区 啊 做 哎 那个示范区就是大长津 这个拍摄的地点了 是 他把那个街道 因为原来并不是每家都有这个停车位啊 大家停在路边嘛 嗯 那我就把这个路 这个道路呢 把它改造成人行步道 嗯 那我的车子停在外围 是 所以那个区就变成示范一个什么 净空了 对 就是一个示范走路很这个walkable 那民众很easy走路在街上 那然后这个 呃 等一下 这个我我明白 我都可以想象那种长阳与阳光绿地之间啊 但是呃 我我有一个例行的生活 一旦在这个月里面要要改变 呃 我受到的冲击还包括了我全家的状态 对 那你说配合一个月忍一忍过去 可是这这一个月的意义是什么 对 好 大臣 这一个意义就是说 我我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啊 嗯 第一个就是说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生态交通 嗯 而且他这个示范不只是对那个社区 是 对全世界了 那第二个是因为你每个地区有不同的这个特性 对不对 嗯 那我我怎么透过这个跟民众讨论市民参与的过程 我来凝聚共识 是的 等于上公民课了 是的 是的 好 第三个是我政府怎么来提供基础设施 永久的吗 哦 不只是道路哦 嗯 还包括比如说你要 如果是电电动车嗯 你要有什么充电相关的设备嗯哼也就是说但是你不要小看小看那个工程啊因为它变成一个生活上的改变嘛我原来依赖石化交通工具可是我现在要做一个新的出行方式的改变嗯甚至呢我可能不要依赖我个人的交通工具我去转变它提供给我更好的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而它有一些用的应该也要提供给我啊 存在呢我有些诱因给你啊 嗯所以这三个在这样一个小的范围把它展现 然后它的意思说那我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展现逐步拓展到台北这个高雄市的 等一下我先别讲拓展 光讲这一个月过了以后 那些个设施 那些个环境 可能已经改造过了 可是生活的本质 会回复到以前吗 好大春讲的太好了 这个英国的这个记者 就追踪 在将近十年前 就是在首尔或者约翰尼斯堡 水牛城市 他做的改变之后 到底现在怎么样 他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有超过一半的市民 他就维持在festival那段时间 就他真的做改变了 中邪 那我希望每个人都中中邪 因为他发现这种方式 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 他愿意来接受 这种异己又利他的这种改变 可是还是有我刚刚讲的 他又恢复原来的这种 因为他认为他他没办法 他本来就没有强制性 没有强制性 那在这一个月里面 有督导单位 也就是说如何去控制 或者是诱使公民 因为他没有法律的限制跟保障 所以如何去诱使公民 持续在这个一个月里面 能够随行所谓的低碳 或者是绿色生活 大学生 他当初做过很深入的沟通之后 其实以水流程是我的观察 包括前会议中跟后 我自己参与这个会议 我可以感觉到 他这个市民沟通非常好 他这个市长亲自出来 他当初列举了 开了100多次这种协调会 这种辛苦 可是你可以发现 你知道这个会议 大会 一个月 第一个礼拜先是研讨会 研讨会一个开幕式 村民全部参加 他开幕式在一个很大的露天场 广场 那个民众来表演 他民众出来表演 而且他展现他这个低碳运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前面做了非常大的功夫 做沟通 所以让这个月 也就是让整个绿色生活 变成一个深化的认识 而不是说只是几天 表面上做敷衍敷衍 对 所以还是有一半人回去了 所以我们这样看 如果真的 你说有一个城市 他经过这样的过程 百分之五十来使用低碳 公共运输 这不得了的 因你的理解 哈马兴跟水牛城 在规模上 应该是花样的小很多 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到120万人 对 但是 大春水牛城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在 这个 他是在所往这个城市 的一个水牛城 就是人相当于说 比如说 对 比如说台北 台北 我们台北来讲的话 我们在公馆地区 所以它是一个示范区了 所以不是一个120万人 整个来做的这个实验 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边界 对 所以相对来讲 我想高雄是选这个航马兴 也是伤痛脑筋 千挑万选 才选这个地方 因为相对来说 比较封闭 那第二个 他有捷运的这个车站 那所以在相对来讲 跟其他地方沟通会比较容易 那至少从现在的结果看起来 市民是喜欢的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3月16号星期四 今年10月高雄要主办第三届的生态交通盛典 我们刚才已经大致上介绍了 这个盛典的大致内容 我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交通改革会怎么样能够更持续的 从哈马兴这个区以外推展到 我觉得还不见得只是高雄市里面其他的区 推展到比如说台南或者到台北 或者是不同形态的城市 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可控性的大都会里面 有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来遂行的仪式 也就是在它仪式化的意义结束之后 如何更落实到不同的社区邻里里面 去推广所谓的生态交通或绿色交通 大叔你这个问题 我可能要开医学籍课才能回答 不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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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讲我刚刚其实一开始就提到 这个生态城市不只是说现有的城市 把它做改造然后做示范 而是你在做都市设计的时候就来思考 我简单来讲都市设计不是说一个都市 完全把它改变做设计 比如讲台湾好多城市包括高雄都在做捷运 这个哈马兴有一个捷运的车站 那其实如果在捷运的周边 我就把它做好500公尺的范围内 民众很容易的走路 步行 到这个车站 那台湾这个太强调是科技应用 你知道台湾是全世界 申请所谓科技城市 智慧城市 获奖最多的国家 我们22个县市政府 有超过15个县市政府都获得 Top 1 Top 7 但是我在生活里没感受到 你讲对 我看不到 生活里没有那个智慧型的感受 我到各个县市政府去演讲 我告诉这些县市首长 Stop 不要再申请那无谓的智慧城市奖 当你在他们颁奖的时候 领奖的时候 你的民众连你的路都没办法安全的过马路 你的老人小孩没办法安全的 无忧无虑在你街道里面玩耍 这个叫什么智慧城市 所以智慧城市应该是智慧移居城市 智慧生态城市 那他怎么获奖的 我现在想知道 这个我说打个电话给这个林佳龙 看他怎么样 这个Top 7 打电话给这个朱立伦 问他看看 那当然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奖项评比 比较Wireless 无线工艺 那我谈的意思是说 甚至我跟这个颁奖这个单位 ICF 这个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eign 这个智慧社区联盟 我说你不要在各地方这个颁奖了 你他颁奖之前你先问他说 你的民众是不是能够很安心的在路上走 那就是颁奖单位本身也是一个产业而已 Exactly 你讲对了 你讲对了 我给你颁奖 然后我就靠这个过日子 是吧 可是这些 靠这个赚钱 这些城市他就是盲目的去 这是相互联合诈骗嘛 所以我说stop 除非这个城市 它真的让大家感觉移居 是 小孩老人 是移居住 是的 所以回到刚刚讲的 那这个生态城市或者交通的改善 我觉得应该从根本来思考 怎么透过很好的街道设计 捷运的建设 让民众在周边 在大众因素的场战 他会很容易的走到大众因素的场战 而我们周边的生活机能很完善 民众不需要 非要用个人的机动车辆 对了 就能够满足生活的必须 是 这是根本的 而且你看 我总觉得 只能让台北跟北京比较 先不要谈雾霾 这种大环境的气候上面的东西 光是适合走路 台北就我觉得是像天堂一样 在北京你就像在地狱里走路一样 很难走的 它不是一个walking friendly的城市 正因为它原来是 这个整个城就是一个为政治 而且是为核心政治朝廷服务的城市 所以走起路来是千辛万苦 对 再加上它在过去 当过去五年开始管制 过去二十年几乎没有管制小汽车的成长 将近六百万的小汽车 城市没法复合着 然后停车没管理 你走在路上 它到现在好像每天还增加三到五千辆 它是这样子 它在三年前开始摇号 就是每个月两万辆增长 每一年就是二十四万辆增长 相对于过去 不到两年就一百万辆成长 它认为不管是不行了 所以我回到我们刚刚谈生态绿色也好 其实它是在整个城市基础设施里面的一块 就是提供人的行动力 我能如果用更低碳的方式 更环保的方式 让民众对这种低碳环保的行动力 月银来使用 那这样子我们也做到生态的保育 我们也创造好的环境 那也让我们的小孩老人 会安心的走在街道上面 所以这个示范的作用 我觉得更大的意义是在于说 我们重新来思考 我们在做捷运的时候 我们在做都市改造 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 这个行这个mobility as a service 它是一个服务 那怎么透过更好的设计 更好的整合 让民众从它门出来 门到门 就思考用低碳的运具 绿色的运具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 我们只有大概将近两三分钟的时间 交通部推交通宁静区 速线30公里 6都来先行 我们来谈谈这个题目 当然时间很短了 是 我想其实刚刚那个生态城市 很多国家像去年约翰尼斯堡 跟大全年水牛城 它推动的时候 事实上就已经把所谓 交30公里每小时推动了 但是我给你一个数字了 如果行车30公里以下 你撞到人 致死的这个几率低于10% 50公里以上 撞到人致死率超过80% 单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所以很多国家开始怎么样 我说的宁静区 就是我以人为本 车其次 所以我在 你看台湾是很多混合车流 混合土地使用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商业 跨一个街道后面 就是住宅区了 所以怎么样让住宅区 以人为本这个思维 我觉得这个加长训练 加长教育 因为台北新北 在10年前早就开始做了 宣导不够 执法不利 我们的小汽车 摩托车使用者 特别摩托车使用者 在接这个巷道里面 他就没有 你随便到巷道里面 看他这个速率 就超过40公里的小时 我们其实是两件事情 一个已经左右成效 我认为那个是 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才使得大家知道 按喇叭这件事情 是不礼貌的 是不得已 不礼貌 近20年来 比起30年前 或40年 或者是将近20年前 那好太多了 我可以一整天 不听到一声喇叭 是的 但是你现在如果在北京 上海或者 他就是大爷来了 是吧 沿路上 沿路上招呼你 这个速度恐怕 这个速度感 而且是集体的 或者是大众的 也要有这个警觉 就是我可以不那么快 对 因为这个 很可能到最后结果 并不慢 你讲对了 你讲对了 那交通安全 是大家非常关切的 我们数字也举过 这个交通事故致死率 这个3200多人 44万人受伤 可怕的数字 一年160亿美金 高铁建设费用 就是这么多 所以怎么透过数率 这个降低 能够更安全 这是宁静区的目的 更安全 而且好像看起来 也更省钱 对不对 我们下个月